气诀论篇第三十七 皇帝问曰 五脏六腑,寒热相宜者何? 齐伯曰 肾遗寒于肝,臃肿少气 皮遗寒于肝,臃肿金鸾 肝遗寒于心,狂隔中 心遗寒于肺,肺消 肺消者隐一搜二,死不至 肺遗寒于肾,为永水 永水者暗腹不肩,水气克于大肠 即行则明灼灼如囊果浆 水之病也 肺遗热于肝,则为精拟 肝遗热于心,则死 心遗热于肺,传为隔消 肺遗热于肾,传为柔精 肾遗热于皮,传为虚 肠辟,死不可治 肺遗热于膀,则笼,尿血 膀胀遗热于小肠 隔肠不便,尚为口迷 小肠遗热于大肠,为腐甲,为尘 大肠遗热于胃,膳食而受 胃遗热于胆,一约十亿 胆遗热于脑,则心恶遗冤 遗冤者浊涕下不止也 传为虞灭明目,故得之弃绝也 可论片第三十八 皇帝问曰,肺之令人渴何也 齐伯队曰,五脏六腑皆令人渴,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 齐伯队曰,皮毛者肺之何也 皮毛先受邪气,邪气已从其何也 其寒饮食入味,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 肺寒则外内合,邪阴而克之,则为肺咳 五脏各已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语之 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已至时 敢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壳 肾者为泻为痛 承秋则肺先受邪 承春则肝先受之 承夏则心先受之 承智阴则脾先受之 承东则肾先受之 帝曰,何以易之 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因 肾则唾斜 心咳之状,咳则心痛 喉中戒戒如梗状 肾则咽肿喉臂 肾咳之状,咳则两斜下痛 肾则不可以转 转则两屈下满 提咳之状,咳则右斜下痛 阴阴引肩背 肾则不可以动 动则咳聚 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隐而痛 肾则咳咳咸 帝替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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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 咳呕胆之,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已矢,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矢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已矢, 酒咳不已则三胶受之,三胶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观于肺,使人多剃拓,而面浮肿,气腻也。 地曰,智之奈何,其伯曰,智藏者智其术,智福者智其合,福种者智其经,地曰,善。 地替 地替